去年台南天高烈的疫情 有兩萬多人比較近 一直到今年的三過四六 因為連續三十一天都沒有新的白禮 才總算是選佈疫情改毒 要不然現在天氣又要轉燒熱 所以台南市政府是辦公約會議 暗算對四過四一開始 如果查到處理這水的湯有追出 就會發三千幾萬五塊 我們現在代表疫情 現在開始都開始注意 因為一日期就開始 發現積水溶器就開始開發單了 白鳳梨全團團隊的人 社區上課的地點 也沒有辦法過選項的機會 和社區的四角更加是鳳梨重點 去年發生第一站本土天高烈 疫情的臨地生光力 今年也拿著應對 課程活動當中做登革熱疫情的宣導 提醒民眾一至三月還是屬於在宣導期間 那四月一日開始我們衛生所衛生局 他們就會開始做強制的開發單的做法 從東南洋跟莊南美洲的一個例子來看 才開春而已 他們便利數都是去年的2倍以上 所以說我們其實也是非常非常借強的防禦 因為一定是今天要提早啟動登革熱防治 過去仍然認為天高烈大流形式等一敗 不然還能讓阿弟哭天高烈也正是不等 民眾出國理由 做慷慧風探親 仍然有可能把天高烈賣都帶回來到社區 所以在境外也只能絕對不可以待遇 後有市民比較沒出來沒積水 也願望還等會拿早做好準備 各年有的省點也是問題的更再減少 賀民眾平安度過劉昌貴 記者 台南報道